首先不得了的就是这个护士 这个台湾的这个护理师 因为今天非常讽刺的 今天叫做国际护士节 那台湾的所有护理师 此刻在水深火热当中 刚好利用这个节日 第一个 我们要向台湾所有的医护人员 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真的 就是你们在称台湾 政策有所不足 如果不是我们这些 优质的医疗的护理师 还有这个医护人员等等 我们台湾怎么能够走到今天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脸书好不好 这个总统的脸书 当然都会跟上这个时事梗 今天总统想到一大篇 告诉大家我们会怎么样帮护理师 改善他们的待遇等等 调整这个夜班的薪资等等 而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的结论是 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 就是我们每个人能够为防疫 为护理师做到的最大贡献 总统有抓到重点 重点就在于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 这个重点是有抓到 但是有没有做到 看起来 当然这篇应该不是总统亲自写的 也许是他的小编写的 也知道问题在哪里 所以不是不知道 那你就看看下面网友的留言 我必须讲 有很多的网友 确实就顺着蔡总统的话 谢谢全国的护理师 谢谢总统的辛苦 谢谢防疫人员的辛苦等等 但是也有一大半的网友怎么说 比方说这位 好棒棒的累超前部署 很多人说如果不是你们 护理师怎么会那么辛苦 支持陈时中下台 支持下台 还有这位应该是护理师 不需要你们这些人 体会到我们有多辛苦 你们有没有下来看过 我们的工作状态 有没有看过 我不知道陈时中 那一句北荣去视察的时候 后面跟的应该都是医院的高层 你有没有亲自走到 急诊室去问问 北荣护理师 你有没有跟他们去交谈一下 有没有 所以这位护理师应该是护理师 不需要你们只会嘴 你们要不要实际来看看 或是跟着我们跑个两三个小时 跑个一天试试看要不要 我们当然感谢医护 但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我们没有政府吗 其实我们有政府只是没啥功能 请先检讨护病比 再来感谢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目前护病比的不合理 讲再多辛苦了都叫做没有用 还有亲政不要去急诊 除非你是党的人 但你知道吗 有点纠结 很多人会想说亲政 很多人亲政一下转重症 那我会不会是那个亲政转重症的人 每个命对自己来讲都只有一条 所以亲政的人当然了 希望大家这个时候不要去急诊 因为急诊真的疯掉了 你知道这个护病比 台湾的护病比大概是1比9或1比10 国际间的标准是1比5 也就是说台湾的护病比 台湾的护理师本来就很辛苦 一个人要照顾很多 每个人需求包山包海你知道 但是现在急诊室的护病比多少 你猜 1比无限 就是进来多少你就得照顾 难道你怎样 你把他们推出去吗 不可能 每个到急诊来的 都是很紧急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总统的脸书 感谢医护人员 总统没有错 总统都体察到了 总统也说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但讽刺的是 就是总统发了脸书的此刻 就是我们的护理师快要崩溃 快要受不了 负担最大 受不了的一个这个程度 好 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待会儿我有一段访问 这是这个护理师工会的 这个理事长陈玉凤 他过去也上过我们节目 那他直话直说 今天讲得非常非常的感性 而且一度这个眼眶泛红 我们稍后来听他怎么讲 这个护理师说 在这两年真的燃烧了每天 每天都是这个内裤要换两件 结果怎样 照亮了指挥官一句简单带过的 撑过就好了 陈时中前两天讲 已经撑了两年了 这次撑过就好 护理师听了什么感觉呢 你要不要来急诊室跟我一起撑呢 大家累得跟狗一样 外面的人还是继续吃喝玩乐 护理师说我们的专业没有被尊重 我的热情已经快要磨光了 然后护理师工会的这个理事长说 当前不同单别的护病比 大概是1比9到1比15 国际间是1比5 所以总统如果说要减轻 这个护理师的负担的话 那你就做 数字都写给你了 你就做做得到吗 国民党副秘书长李燕秀说 有急诊室的护理师自嘲 现在急诊室的护病比是1比100 或者是1比无限大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护士工会的理事长陈玉凤 他怎么说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护理师 他的这个会员给他的留言 很多很多 他看到一句话当场红了眼眶 在病房就是住院确诊之后 那医院没有把这个确诊的病患 跟其他的病人隔离 然后没有做环境倾销 导致病房有一半的病患确诊 然后之后更陆续爆出更多个 单位的护理师感应 然后医院也变成他们任务的大痛苦 那他在值班的时间 是不敢进食也不敢喝水 连深呼吸都不敢 他说他绝望说这个真的是工作生涯 最失望的一次 所以来救救病房跟护理师 今年的护士姐 他们很失望 而且很多人即使是内傻 在这个脸上跟心里面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会员是妈妈 他这个被居隔 然后他小孩也确诊 然后他却不能请假去照顾他 那个很失望的母亲节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 跟我们的会员讲 那这样子我们帮你 你把你的愿望说出来 我们帮你做成护士姐愿望卡 我们把愿望卡放在脸书上面 这三句话都让我快要泪流 他说 第一个都字很简单 第一个加薪两个字 第二个 不要被医疗暴力 第三个我眼泪都快掉下来 把我们当人看 这是多么卑微的希望 怎么我们这个政府 让我们的护理人员 搞到这么卑微 付出这么多 然后是这么的卑微的希望 我看了那一张 我今天早上看完制作完的那一张 我真的觉得我很难过很心酸 我怎么会我们的护理人员 都希望这么的卑微 把我们当人看 竟平 把我们当人看 护理师 你怎么看 你看他护理师的心声 在今天国际护士节 不是很讽刺吗 陈时中 还有蔡英文们 你们这些政府的高官们 还在防疫那种沉浸在 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 要不是有这一群护理师 这一群医护人员 有你们这些人 在上面讲风凉话吗 把你们当人看 不要医疗暴力 加薪 我告诉大家 大家都很清楚 医护人员 都是专职专责的专业人员 加薪是最基本的 但是再多的钱也挽不回 他们付出他们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和生命劳心劳力 站在第一线去坚守防疫 然后政府的官员 你们在做什么 因为陈时中就那一句话 再称一下 对不对 头鸟心态 是不是 这句话就头鸟心态 称什么称 称你的咖称 你还有咖称坐那个位置 医务人员呢 他们的心情谁顾 所以陈时中他们 你到底在想什么 整天下午两点 像刚刚董哥讲的 坐在那边 照本宣科的数字 我们只知道每天一直增加 从几千到2万3万4万5万5万 然后6万5万 很快就7万8万10万 就像柯皮讲的 难怪有黑数 因为数字都不准了 然后陈时中 你就整天在那边回避 然后称什么称 就只会叫医务人员称 难怪他去北龙 被人家呛 被民众呛 下台赶快下台 你赶快滚吧 绿营的人就讲说 难以你们真是精神分裂 一下子希望他赶快下台 然后一下子就希望 他赶快顾好记情 不要只顾选情 你到底要他怎样 那就代表什么 你两边都做不好 你选举也不会选上 疫情也搞不好 搞得现在台湾确诊人那么多 每天死亡的人这么多 然后一直增加 我们之前不断的在讲 对得起去年以来 那八九百条 台湾一个一个 亡死的人命 邱淑提的署长之前 现在这个数字是不断的 在增加当中 指挥中心到底有没有顾虑到 不会 你们只顾虑到你们的权力 政权 然后每天报那些数字 然后每天做说好的超前部署 那个钱要改成money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民进党这些人够了 然后一直在 这个认为在野党 是在唱出来他们 民众在唱出来他们 你去问问那些第一线 每天在那边排队 这个等着筛检 等着快山排队 还有之前买这个筛季的人 你去问他们台湾现在防疫的状况 你去问问这个国外的媒体 为什么会写说台湾的防疫 是靠吹牛 我真的觉得民进党政府 那种心情 我刚看到唐玉凤 陈玉凤的理事长 他刚刚那个心情 踢一听护理人员 踢一听基层的心声 你们这些官员 不踢一下会死吗 对 今天我觉得 当然这个防疫是一件大事 我自己的看法是说 如果说政府有些做不好的 大家也可以体谅 对不对 人不可能尽善尽美 但是倒像今天做到这么不好的 也很难能够谅解 为什么呢 假设今天没有错 我们要迈向海啸的一个高峰 如果说这个时候 大家疫苗的覆盖率都已经很高了 然后快山很充足了 我们的药也很充足 然后我们的通报系统也不卡 非常非常的顺畅 因为我们已经两三年了 都已经如果说你很积极的 不断的测试 不断的买进来 库存也做好的话 那今天我们怕什么海啸 今天就不用怕 那医护你也知道 他们很辛苦 所以之前我们就比方说 今天很多人建议 对不对 把退休的医护找回来 他们为什么要回来 你给高薪 纽西兰就是这样做 美国就是这样做 美国纽约那些去搬遗体的 每天台并1万块钱的 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但是台湾就是没有 这个没有 那个没有 连最基本 最简单 最低阶的快筛都没有 所以你要大家怎么样体谅 然后李斌莹告诉大家 从确诊到高峰 要大概1到1.5个月 大概6月初 回到疫情的高峰 其实这都叫做不重要 5月底6月初有什么差别 台湾人受苦多 受苦少而已 因为这个确诊的数字 也都是黑数 也不重要 反正大家做好准备 就是像柯文哲讲 橄榄球最后的撞击 你要去撞击那个大海啸 会死多少人 不知道 那会不会有你挚爱的人 你自己会不会有危险 不知道 因为我们缺很多东西 疫情会持续多少 这个黑线党了 这样都看不太清楚 持续3到4个月上 如果防疫意识高的话 高山就会变成丘陵 丘陵维持疫情的幅度 就会比较长一点 好 我有点想笑 那医疗如果崩盘的话 怎样呢 区隔又要从3加4天 改回10加7天 避免医疗崩盘有两大重点 第一个重症高风险患者 要及时用药 对呀 那你为什么药发得那么少呢 现在基层医护就说 他们拿不到药给病人嘛 医生拿不到药 你要怎么样给呢 第二个让疫情缓缓上升 缓缓下降 就是没有缓缓上升 现在就是暴冲 那为什么要缓缓下降 不能快快下降嘛 所以李彬仁到底在讲什么 我也不知道 缓缓下降 一定要缓缓下降 快快下降很好吧 那现在也没有缓缓上升 现在是在暴冲 大家看到数字多可怕 那我请介大使谈一下 李彬仁讲了这么多 说真的 他可能讲太多有点昏 我就觉得他的逻辑很奇怪 第一个 医疗崩盘 居格就从3加4改为10加7 你知道确诊的7加7 那7加7改为多少 居格从3加4都改为10加7了 那确诊改多少 确诊现在7加7 你要改为多少 10加10吗 居格只是密切接触者而已 所以他只讲密切接触者 他没有讲真正确诊 这也很奇怪 还有他认为 避免医疗崩盘的两大重点 让疫情缓缓上升 这跟现状不符 缓缓上升 就是有医护人员建议的 是不是先来个2.5级的警戒 比方说餐饮只能外带 不要全部封掉 能够外带等等 这些做法是为什么 这些做法就是为了 在经济跟不要爆充的情况之下 找一个平衡点 来缓解医护人员的压力 没有疫情缓缓上升 然后他倒说要缓缓下降 缓缓下降是为什么 我觉得李平英 因为等做疫情指挥官 卫福部长等太久了 对 现在感觉上好像士气不太高 所以他讲的话 其实对这个都不利 因为他讲 我是听到他最严重 他说还要持续3到4个月 这是我听到最多的一次 这个3到4个月 那我想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民进党选举白选 现在让我们提前来体验这个 这个疫情 那么这个看起来计谋得不 没有办法得逞 所以你看如果到6月到高峰 再4个月的话 那就是说控制住也要等到10月 这我听到最恐怖一个说法 10月应该不会吧 离旋局很近 可是照他你看 照他讲法3至4个月 到6月疫情高峰 如果4个月的话 那还要大家防范意识高 高三才变成丘陵 那这个到 那你看我们今年都已经毁了 这个讲法是我听到最严重一个 那这句话我想是不是 真的李平英已经叛变了 就是说不再替 叛变了 不再替陈时中 不再替民进党护航了 这个话真的满伤这个团队的 不过陈时中 这个归根究底一句话 他不是真经 所以他没有办法经过火炼 他就是一个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他完全没有能力 面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疫情指挥官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 更麻烦他不知道如何面对问题 所以荒腔走板 你们要去怪就去怪病毒 这些话 就是说不知道如何面对病毒 这个他因为他不晓得专业 应该怎么回答 所以他就胡言乱语 然后他是真正不知道 所以现在台湾这个创况 就是他的问题 有一点我不太同意 就是说他就算不知道 没关系 我们都有很多知识上的盲点 但他有个很坚强的一个团队 你再不知道 我很多事情我不知道 我就去请教介大使 我请教董哥 那你们会教我 他如果肯这个虚心请教的话 大家都会跟他讲 他手上权力那么大 但感觉上就什么都没做 我们稍后会谈一下这个快筛 因为快筛 这件事情我真的很介意 真的很介意 因为我觉得非常不应该犯的错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 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谢谢大家 亚详 彩核